下次如果我節目 我還是會找他來 但第二次我就沒有包了 因為第一次包很多 不是我收的 不是你收的 因為現在目前工作才算不夠高 就是我的演藝工作 還有藝術的工作 還有做公益工作 經紀人已經在發通緝令 所以說可以為工資賺點錢 就不要往那個痛處去走 又往那個痛處去打 不是 往那個掌握那邊去 但是聽完之後真的是 有那種把自己自嘲起來 就他只不過是一個學分沒有學 沒有修好的一個 不是到一個人生末路 對 哪個是末路 對啊 所以 你真的 下次如果我節目 我還是會找他來 但第二次我就沒有包了 因為第一次包很多 不是我收的 不是你收的 我們先把這個事情先暫緩一下 因為現在目前工作才算不夠高 對 什麼工 就是我的演藝工作 還有藝術的工作 還有做公益工作 經紀人已經在發通緝令 所以說可以為工資賺點錢嗎 你知道嗎 我可以再補問就是6月那時候 輝哥的事情 您第一時間就是有留言 立體 那時候後來可是又想我有點錯愕嗎 哎呦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很熱於學習的人 因為我不是科班師 所以有什麼樣的課程 我都 我都會覺得如果能夠幫助我的演藝技能 我都蠻願意去學習 所以當下知道這個消息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就這樣子啦 就是覺得有課程 我沒有上過這樣的課程 不認識輝哥的 沒有私交 所以我也是跟大家一樣 都是在螢幕上 或者是工作上這樣子的交流 那我 我就說我也很震驚 嗨 大家好 我是武痛 謝忻乃哥 我是許乃琳 我是台灣熊 是歐巴桑 我是蔡康永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S 我們是號角相機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在這邊要祝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歲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 Happy Birthday 祝你生日快乐 祝3D新闻网十周年了 好快哦 生日快乐 锁定我们娱乐新闻APP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